当下各位新老听友 欢迎各位前来上海报业大厦 参加我们的东方讲坛文会讲坛 历史与我们的未来演讲季的第二期 我是林木音 欢迎各位 那么在我们今天养讲正式开始之前 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们东方讲坛的主办方 是我们上海社联的科普处 刚刚获得了上海市劳模集体称号 这是一个殊荣很了不起 很不容易得到的一个荣誉 因为社联的科普处最近这些年 也举办了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文 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活动 为我们的百姓 为我们的市民带来了非常高质量的一系列的讲座 我们在此也以热力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同时呢 今天我们同时在线的还有 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的 视频分拨站的同学们 大家好 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打个招呼好吗 主会场 我们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 我们分会场的同学一块向主会场打个招呼好吗 主会场你们好 嗨 同学们也好 所以今天啊 我们在现场同时呢 场内场外一共会有650多名听众 共同来聆听我们这场精彩的演讲 华东理工大学是作为全国性的人文大报文会报 送人文讲座进旅工商科高校系列工程的 第一个试点站 去年已经全程参与了我们的这个文学季的 讲座的全过程 今年呢继续参与我们的历史季 同学们是意犹未尽啊 上个星期 不是上个星期了 上一期 也就是三周前 现在大家所在的这个演讲厅里也是座物虚席 我们的葛建勋教授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 他的演讲题目是13亿中国人的来历也是纵横了5000年 为我们分析解读历代历潮中国人口的变迁和发展的过程 可以说是深入浅出 同时纠正了我们认识当中的一些旧有的偏差 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历史季的第二期了 也是探寻一个亘古长新的话题中美关系 呃正如这个我们要讨论文学就离不开爱情一样哈 我们谈论历史谈论国际关系 也总会绕不开中美关系这一对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么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中美关系 我们可以说合作中带有摩擦 当然了在我们这个讲坛当中 中美关系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涉及 像熊光海周文仲米兆星马丁亚克 乔良还有黄仁伟谭亚林 这些学者专家分别从他们不同的视角 为我们解读过中美关系 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陈坚教授 他不仅仅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国际关系历史学教授 同时也是历史学的专家 所以他会在史料的基础上 为我们来讲述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 呃随后呢在演讲结束之后 会有我们文会讲堂的老朋友 上海社科院的黄仁伟院长 为我们做一个15分钟的点评 这个过程当中还会评选出我们的 呃优秀提问奖和最佳提问奖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以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上海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教授 美国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 陈坚先生 掌声有请 陈坚教授 通过这个短短的ATPT呢 我们其实对陈坚教授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全面的了解 呃作为主持人 刚才在我们讲座开始之前啊 在休息室里 陈坚教授还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我把这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啊 当他还是华师大一位年轻教师的时候 有一次呢 他和我们的这个陈坚教授 陈教授今天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 是我们哲学季的这个主讲嘉宾 这两位教授当时还都很年轻啊 到苏州大学去做讲座 这个本来日程安排是两天的时间 但是这个实在是演讲太精彩了 太富有感染力了 主办方愣是把这两位教授留下来 继续演讲一天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985年 那应该是30年前了 30年前 当时苏大也是大礼堂里坐无虚席 水泄不通 那么30年前的盛况 我们今天也要再次感受啊 我们有幸再次聆听优秀学者的演讲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90分钟的主讲 随后会有40分钟的互动和问答 另外还有15分钟的嘉宾点评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陈金教授为我们做主旨演讲 题目是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 有请陈教授 我是老派 不用PPT 但是我确确实实有这么一个厚厚的讲稿 但我绝不读它 除非必要 中美关系的情仇恩怨 从何讲起 要讲的话 恐怕先要点题 为什么是情仇恩怨 就在上个星期 我偶然走过了上海体育场 上星期的一个周末 也是周末的下午 突然看到门外 有两堆穿红的和穿蓝的人群 中间隔着一大群的警察 互相对骂 他们之间的仇恨 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 显而见 后来才知道 那一天是山花和上岗的上海得比之战 回到家里看了一会电视 看到某一方恨不得把对方吃掉的那种气势 然后比赛异常激烈 结束之后 如果你上网看一下的话 各种叫骂 不绝一耳 但是你再想一想的话 难道双方正有那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吗 再讲下来的话 如果在上海这么一个空间 没有这么两支旗鼓相当的球队 那么我们城市的生活 又会多么的索然无畏 至少在那么一个时刻 反过来来讲 这两支旗鼓相当的球队的存在 难道不因为对方同样优秀 门端附队 才真正附了那种意义吗 所以这里我就想到 一个星期后 我要做的这个讲座 如果把那场得比之战 在空间上 在实体上 扩大很多倍的话 难道它就不是 不可以是中美关系的 一个缩影吗 中美关系是今天世界上 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说 但是为什么中美关系 会如此重要 为什么又会引起我们 无数次的要回到它去 来讲述中美关系的 昨天今天 和试图了解它的明天 我觉得啊 就恐怕 不仅同这两个关系 这两国之间的关系重要有关 也同这两个行为者 我在套用了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词 相互之间 门当 互对 有关 所以我在今天这段时间里面 要想大家讲的 实际上面是从历史的角度 同大家分享 关于中美关系的 恩 怨 情 愁 它的来龙去脉 以及它对今天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些看法 那么首先呢 我要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关于中美关系的 三个大的看法 我的第一个大的看法是 中美关系今天 存在着很多问题 有很多新的情况 成出不成 面临着很多挑战 但是 中美关系还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 不存在危机 而且 在可预见的将来 只要 不出大的意外 所谓大的意外 我指的是 只要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 或者双方共同 不犯大的错误的话 也不应该有危机 第一个大看法 第二个大看法 就是这第一个大看法 从何而来 历史是一句 今天的中美关系 从历史上 任何一个时期的 崛起大国 和守城大国 进取国家 或退守国家 之间的关系 都不一样 中美关系 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德国 和后来的协约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美关系 也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民主国家 和侵略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美关系 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 也不一样 中美关系 今天的中美关系 进入21世纪的中美关系 是在人类历史上 还没有经历过的 它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关系 这是我的第二个大看法 所以从道理上来说 它不应该重蹈历史的负责 我这里还要讲一句 刚才我讲到了冷战时期的 松美关系 今天有很多人喜欢讲新冷战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刚才在那个PPT的介绍当中 提到了 美国的著名外交史学者 Gaddis教授 加迪斯教授 他曾经把冷战叫做 漫长的和平 冷战没有演变成热战 所以 如果真的是重蹈冷战的负责的话 只要他保持为冷战 那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 更何况 我还要强调一句 今天我们没有回到冷战 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 今天中美两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都不是来自对方 而是来自自身 来自内部 中美两国各自面临的挑战 都不可能通过与对方的对抗 而获得解决 这是我第三个看法 那么这三个看法 我刚才说了 都是从历史的角度 得出的 那么我相信 我在看在美国 在中国 很多其他的同仁学者 在他们的研究当中 其实也有很多人 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侧面 不同的程度 也得到了这样的看法 也得出了这样的看法 其中一个或者几个 但是系统的提出这样看法的 其实不多 而我们听到的 在美国 包括在中国 在学术界 尤其是在舆论界 还有军方 听到很多关于中美之间 关系严重 恶化 危机 边灵 这样的一种 一种说法 而且还有人 大家一定也听到很多人在告诉你 一战前的形势是如何 二战前的形势是如何 冷战时的形势是如何 这怎么看 我就觉得这是 这就涉及到 读历史的重要性 我想把中美关系的发展 分成五个阶段来讲 先讲第一个阶段 是从1784年 美国的中国皇后号货船 首航中国开始 到大约 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 也就是 华工问题 在美国成为大问题的 那个时候 这是我讲的第一阶段 那么讲到这里呢 我恐怕觉得 我先要讲一讲 中美两国之间相互的看法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 相互看法 这就首先要讲到美国 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美国人有所谓 美国特殊论 在这里大家可能对于 五月花号的故事 也就是美国第一批移民 或后来成为 美国人的第一批移民 从旧世界 也就是欧洲 飘洋过海 到达新世界 也就是北美的那个故事 大家应该是耳熟能详了 我这里就不重复了 当他们到达美国的时候 到他们到达 那时候还没有美国 到达美洲的时候 他们是抱着一种理想 一种愿景 一种想象的 旧世界实在是太卑鄙了 太肮脏了 他们到美国是需要寻找 一种新的生活 一个建设 一个新的社会 所以你看从一开始的话 美国人 他就是理想主义的 没有理想主义 他不会从旧世界 到新世界去 但他同时又是现实主义的 没有现实主义的话 他就不可能一步步的 在美国建立起 那样一个美国的社会 经历 后来经历的 一系列的事情 他们有着一种自我定位 这就是美国人喜欢讲的 我们是三巅之城 We are a city upon a hill 我们是三巅之城 一览众三小 舍我其谁的 那种乞丐 这就是美国 但是当美国人 在面对 大洋彼岸的 另一个大陆的时候 在面对中华文明的时候 他们从一开始 就有一种战术 一种其奉对手 降与良才的感觉 关于这一点 即便在中国皇后号首航之前 美国的创国之父们 就有很多讲法 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美国第三任总统 他在讲到中国的时候 对于中国以农历国 产生出的那种宏大的经济场景 充满着憧憬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 在讲到中国的时候 他对于中国 富兰克林是发明家 是学问家 是哲学家 但他讲到中国的时候 他提到中国的是什么呢 中国的人文哲学 中国的人文精神 中国的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 他用最美好的语言 来赞上中国 我还可以举很多例子 而所有这一切 在1784年 当美国的那条中国皇后号 带着想象 带着愿景 带着一种欲望 飘扬过海 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又被中国的繁荣 富贵所震惊 那一趟 中国皇后号之行 给他们带来的 本身是丰厚的利润 同时又使得 美国人产生了一种新的遐想 一个直到今天 仍然鼓励着美国人 迷惑着美国人 使美国人 为这发疯 发狂的一种遐想 恩怨情仇 的一个重要的源头 就从这种遐想而来 那是什么 那是关于中国市场的遐想 这就是美国之端 中美关系的起源 再讲到中国 1784年 中国正是乾隆年代 乾隆皇帝 垂垂 老矣 但那却是中国的盛世 那是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 清朝建立的时候 中国人口又骤降到了一亿多 因为战乱 然后呢 从1650年 以后经历了所谓康庸前时代 也就是康熙 庸正 乾隆 在150年间 到了乾隆末年 达到了四亿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翻了两范 这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这里啊 其实呢 有各种条件 第一个 第一个条件 当然是国内和平 这没有问题 而且与这个相关的话 就是葛建雄教授已经讲到的 也就是从美洲 从旧世界 从新世界 向中国的新的农作物的引进 因为中国本来是从水稻小麦的 是不是 它是需要水利干盖的 它对水利干盖的要求非常高 但是呢 从这个新世界引进的农作物 主要是什么呢 土豆 田薯 玉米 然后呢 是烟草 等等等等 他们对于水利干盖的要求较低 所以就使得农业 可以向平地 向高山地 坡地 发展 农业的 范围扩大 引起了所谓18世纪中国的农业革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呢 当然 中国可以供养的人口 从理论上来讲 就增加了 这里我还要加一句 与此同时而发生的是 对于环境的严重的破坏 水土有失 所以有一代人 因为发展 而付出的代价 那是要几代人 几十代人来偿还的 这于呢 葛建雄教授已经讲了 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 这一点呢 从美国 中国皇后到中国来 其实也是有关的 就是在这一段 整个这150年间 中国出现了持续的贸易粗糙 与此同时呢 别人用什么来支付中国的货物呢 以物换义物做不到 主要是贵金属 铜 银 连续的进入中国 不断的进入中国 由于铜银进入中国以后 又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不管你农业怎么样的 当你农业规模怎么扩大 你再精更细做 它总是会产生农业人口过剩的问题 农业人口要向外流动 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 除非猛进的时期 那么铜银的进口 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它就使得当时流通当中的实体货币的供应量 不断增加 由于实体货币供应量的不断增加 就使得可支付的工资的总额不断增加 因而也就使得有农业人口转为流动人口和城市人口的 总的数量不断增加 进而使得中国的经济规模得以不断的扩大 不知道这几话有没有讲清楚 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 中美关系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 第一 中国皇后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可能可以这样看 在中国做中国近代史的人 往往是把1839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当作中国近代史的起源 但是在国际学术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 所谓漫长的18世纪 也就是从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 一直到大概19世纪初的那段时间 已经当作是中国的近代历史的起源了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同大家分享 同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在任何一个时期 不仅仅是这个时期 还有以前的时期 以后的时期 你会发现 中国如果说要有大的发展 要有大的建树的话 那它一定是同中国 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分不开的 所以我想同大家分享这个观点 美国人对中国的市场的那种狭想 并没有很快的变为现实 相反 在同美国人 同中国人的不断接触当中 越来越映入他们的生活经验之中的 映入他们脑海之中的 反而是中国的很多负面的东西 晚清 也是腐败流行的时代 中国的很多生活 中国人生活当中的很多落后面 也影响到了美国人 美国人舍不得放弃中国的这块肥肉 却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顺理成章的 把这块肥肉一块一块的吃下去 美国当时还是一个 公悬于西半球的 正在不断实行西境的 那么一个成长中的国家 它也没有大的力量来处理外部问题 美国对外政策 在进入十九世纪末以前 它的阻止是孤立主义 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鸦片战争的发生 给美国人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而美国人是善于利用机会的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炮剑外交所打开 这一点大家是熟悉的 然后中国进入了 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的 所谓条约体系 或者说是不平等条约体系 美国是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一部分 美国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 在中国付出代价最小 得到利益最大的西方大国 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说 美国人是跟在英国人的后面 进入了中国 在1844年中美之间签订了 旺下条约 这个条约 是在中英南京条约之后签订的 但是它在不平等条约体系当中 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呢 它包括了构成不平等条约体系 要指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治外法权 第二个是最惠国待遇 在这里最重要的仍然是治外法权 我刚才不是讲到美国 让中国觉得中国人你们腐败吗 不是觉得你们落后吗 其中很重要一条 就是怎么呢 是中国原来的那种法制行为 同国际法之间越来越显出 他们之间的巨大的差距 所以治外法权所规定的 就是如果说西方人在中国触犯法律的话 那么它不根据中国的法律 而是根据西方的法律 不是有中国的法律体系 而是根据有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处理 所以在上海大家也知道 这也是成为诸界 在中国很多城市 诸界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 而所谓最惠国待遇 这其实跟今天的最惠国待遇没有关系 它实际上面是西方帝国主义大国之间 立军响的一项安排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同 清政府如果同一个西方国家签订了某项条约的话 那么其中所包含的给西方国家的利益 就为其他同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了条约 那些西方国家军响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我这里还要讲到一点 美国又是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当中 在中国唯一没有势力范围的国家 请大家想一下 而且还有意思的是 你说落国无外交 落后国家无外交 但又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中美之间发生 在1869年 普安城 他原来是美国驻华公使退休之后 居然代表清政府 却同美国谈判了所谓普安城条约 这是在中国同西方国家签订的所有条约当中 你仔细看一下 没有不平等条款的条约 其中就包括了对于华工问题的处理 于是 我只要讲到华工问题 华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面 集中的反映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情仇文言 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华工问题的产生 表面上看是中国到美国的移民问题 1849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 所以才有旧金山之称 大批的中国移民飘洋过海 到美国去参与淘金热 开始的时候 美国人举起双臂欢迎 中国人来了 太好了 那么吃苦耐劳 那么肯干 给美国带来的是什么呢 是美国西部大开发的生力军 他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是巨大的 中国人不仅是去淘金 还做什么呢 修铁路 还做什么呢 开餐馆 还做什么呢 开洗衣房 但渐渐的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发生变化 华工问题 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后 在美国越来越成为问题了 为什么 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 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文化当中 种族主义问题永远是一个问题 这就为什么平权法案 美国的平权法案 讲了那么多年了 怎么巴尔迪摩还会出现黑人暴动 种族问题 种族主义问题和种族问题 归根结底 是不能依靠纯粹的政治措施来解决的 但华工本身也有问题 华工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不信教 中国人跑到美国去中国华工 他拜菩萨 拜妈祖 拜关公 拜财神 就是不信教 第二个 他不融入美国社会 他自成一体 而且再接下来 怎么他不公平竞争 人家那个地方是有劳动力市场 你跑去 明明人家说一块钱 一块钱太多 一毛钱一小时的工资 中国人来了 说我八分钱就干 还又批中国人来了 说六分钱 还来批中国人四分钱 把人家规矩通融打破 这本来是一个地方问题 地方政治问题 但渐渐的聚集为 美国全国性政治的问题 到1882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 禁止中国劳空入境 1892年 延长十年 1902年 延长十年 1904年 无限期延长 这就形成了中美之间的外交问题 但这个时候 是美国真正日上 大清国 美况意向 弱国无外交 中清政府不断的交涉 但没有成效 没有成果 从中国皇后号 到达美国 到这个时候 一百多年过去了 物换心仪 中美关系 已经被带到了一个 不同的城市 美国 美国已经是一个 崛起的 世界大国 他如何来对待 正处在衰弱之中 而且师父 要被列强瓜分的 中国呢 于是我们就进入了 中美关系 我想讨论的 第二个阶段 就是从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 是1899年 到1900年的事情 它包括的 是两个造会 基本上 第一个造会 是1899年9月 美国国务卿海悦翰 向同中国利益 攸关的各大国提出的 其中提到的什么呢 就是中国市场 要向世界各大国 平等开放 没有哪一个大国 可以在中国 应该在中国 获得排他性的 独享市场的权利 这是第一个造会 第二个造会 是1900年7月 当时中国正有所谓 权匪之外 有人把它叫做 义和团保安 有人把它叫做 义和团起义 反正全民们 进入了北京 围攻北京的 东郊名相使馆区 也包括 美国公使馆 引起了八国联军的干涉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提出了第二项 也是海约翰 国务卿提出的 门户开放召会 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列强应当尊重 中国的行政 和领土的完整 主权的完整 机会均等 仍然强调这一点 那么关于这个 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 其实上面是 美国走向世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里程碑式的事件 在门户开放政策 提出之前 美国基本上实行的是 孤立主义政策 而随着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 你发现 美国通过向亚洲太平洋地区 迈出的这个重要的一步 向着走向世界大国的方向 迈进了 关于门户开放政策 学术界有很多批判 重要的批判 就是这是门户开放帝国主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国当时 已经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了 如果所有的市场 都向各国平等开放的话 那么具有最大经济实力的美国 自然而然就能占据上风 这是精明的经济帝国主义的 盘算 这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 同时从中国的角度上来看 从中国的角度上来看 又有一个令中国人困惑的问题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是不是针对中国局势提出的 它是不是美国 中国政策的一种表述 但是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造会 送给了各有关国家 唯独没有送给中国政府 平行乱论 门户开放政策 在客观上 对中国是有利的 是不是这样 它起到了 阻止中国进一步被列强 瓜分的作用 是不是 但是 五年之后 在中国 出现了中国近代历史上 第一次 大规模的 群众性的 抵制外货的运动 它的对象 居然不是欺负中国最厉害的那些国家 不是英国 不是日本 不是沙皇俄国 而是美国 所以后来人们研究这个 大家做过很多研究 关于这个案例 有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尤其是从群众的运动当中的那种 仇外心理等等 我觉得都讲不通 都讲不通 我觉得 很重要的点 如果你把 这次抵制美货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和中国正在形成和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 联系在一起看的话 你就会看到了一点 中国民族主义形成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而这个自我意识的觉醒 从一开始的时候 它就从中国人对于中央之国的集体记忆 是联系在一起的 为什么美国人 引起了中国人那么多的怨恨 那么多的仇恨 情仇恩怨 何以在此表现得如此充分 关键在于 美国人太看不起中国人了 太轻视中国人了 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例子 华国问题是另外一个例子 你如果仇视我的话 你还把我当一个对手 你如果轻视我的话 你把我看成什么都不是 我中央之国 还有什么体面 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我不知道这个意思是不是讲清楚 这其实 是中国现代历史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美国人善于学习 抵制美货运动之后三年 1908年 美国成为第一个西方大国决定 要怎么呢 要退还 庚子赔款当中 美国份额的一部分 帮助中国 兴学 资助中国学生 留学美国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要特别提到一个名字 因为 刚才介绍当中也提到 我其实在康奈尔大学 教了很多年的书 我们康奈尔大学 有位非常杰出的校园 胡适 胡适就是根款 奖学金 第二届 留美的 后来开创出了一番大事业 而且我发现在今天的中国 人们对于胡适的认同 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因为他是一个做建设的人 我在这里顺便再讲一句话 中国革命时代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教训 其中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就是什么呢 就有一句话 叫不破 不利 不晒 不留 不止 不行 问题在于 破了的东西 你能那么轻易 就立起来吗 也就在这个背景下面 接下来 中美两国都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美两国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战胜国 都是属于协约国集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是现在没有得到大家充分重视的事情 那就是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十四条 关于十四条 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 是空想主义的 其实不然 十四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 后殖民主义时代 后帝国主义时代 国际关系 国际体系的 规则和规范的基础 十四条强调的 是弱国有外交 十四条强调的 是民族自决 十四条强调的 是自由通商贸易 十四条强调的 是国际秩序和国际联盟 当威尔逊的十四条 传到中国的时候 中国人 中国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所以才由陈独秀把威尔逊称之为天下第一好人 但也就是同样这个十四条 一出来 其实他太超级了 英国人 法国人反对他 日本人跑出来搅局 苏俄 根本不猜 中国人 在欢欣鼓舞之后 却发现 在巴黎郊区 反尔赛公举行的 缔结第一次事业大战之后的合约的 反尔赛公举行的 反尔赛公举行的 在讨论 所谓山东问题的时候 威尔逊 却在最后时刻 向日本人让步了 山东 原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是德国的势力范围 大战当中 日本人接管了 要求继续控制 在山东的权益 而凡尔赛和约 在当时 居然让步 于是 引起了大家都知道的 武士运动 但我在这里要讲 事情没有完 如果我们 不接着讲十四条的故事的话 我们就不能理解 二次大战的故事 这我等一会儿还要讲 就讲到武士运动 武士运动 它同时还开创了中国的 革命时代 二世纪是中国经历了 巨大革命的时代 国民党革命 共产党革命 先后兴起 然后又河流 形成了二十年代的 所谓国共统一战线 这使得美国人极为困惑 美国不是一个 对革命富有同情心的国家 美国对于革命国家 从来就抱怀疑和排测的态度 十月革命之后 十六年 美国才承认 才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三十年之后 中美建立外交关系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二十年之后 美国同越南建交 美国对伊朗革命 美国对古巴革命 迟迟不承认 到现在刚刚你才发现 奥巴马总统开始跟古巴谈建交问题 美国不是一个对革命富有同情心的国家 中国进入革命 使得美国对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困惑 情仇恩怨之中 再加上困惑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状态上的乱七八糟 这种情况到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这就要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情势 罗斯福总统 美国的Franklin Roosevelt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是1933年3月出任总统 他出任总统的时候 美国是个什么样的情势 第一是大危机 经济大危机 大萧条 你知道美国股市的市值 比它最高值的时候达到多少吗 跌到多少吗 只有那个时候 10跌去了9 只有11%了 所以罗斯福讲过一句话 他说怎么呢 他说 First thing first 该先做的事情要先做 所以才会怎么呢 有全力以赴的对付 对大危机的新政 这个词大家应该知道 那是美国历史上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国家 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干预 罗斯福上台的时候 同时也是怎么呢 是希特勒上台两个月的时候 是希特勒上台两个月的时候 当时的世界形势是 日本在中国 发动了9与80年 不断的侵略扩张 希特勒德国 又在西方闹事 在欧洲闹事 从美国的战略重点来讲的话 从来就是欧洲大西洋第一 但同时日本的侵略 也是一个问题 到卢沟桥事变之后 日本全面侵华 罗斯福总统 已经感觉到日本的威胁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 当时美国受到了 所谓中立法的约束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人觉得 怎么搞得糊里糊涂 我们就卷入大战当中去了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国会通过了 形成过程当中 通过了三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形成过程当中 国会通过了三个中立法 来限制美国参战 结果呢 1937年10月5日 七七事变 三个月之后 罗斯福总统在芝加哥 做了一次防疫演说 Quarantine Speech 他讲在社会上 如果一种传染病开始传播开来的话 那么我们要采取隔离措施 防疫措施 在今天国际社会当中 如果你看到侵略的毒验开始 蔓延开来的时候 我们也要采取防疫措施 这是他的一种试措 对美国人民的一种试措 结果怎么呢 第二天一读保子 发现一片反对身 所以罗斯福后来就说了 他说你想想这个情景 真可怕 你想带着人们向前走 你昂首阔步的向前走去 回头一看 一个人都不跟着你 那多么可怕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面 美国何以对付日本侵略的扩张 要对付大危机 要对付希特勒德国的扩张 要对付日本的扩张 中国的抗战 就成为美国极为重要的 战略上的一步棋 中国抗战的坚持 给了美国极大的战略空间 和准备的时间 所以罗斯福和总统 后来讲过很多话 他其中还讲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如果说没有中国抗战 挺在那里的话 你想一想 日本人是不是就要 一步一步的打到 我们的加利福尼亚来了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面 在美国参战之后 1943年 美国废除了排华法案 罗斯福总统又提出了 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 这不是美国对中国的恩赐 这是美国对于中国在美国战略全局当中 它的全途当中的战略地位的价值的一种肯定 美国人在战时对于中国的看法 中国人的看法也在改变 中国人落后 进不了现代的那种看法 为一种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战赏 所取代 我在美国上课的时候经常放的一部美国战时的纪录片 叫做中国战场 在那里面你看 他怎么说 他开始的就说 中国是历史 是人民 是土地 是文明 是文化 中国挺立在那里 它就是世界的希望 相信之下 他怎么说日本 他里面提到日本的话 一直用的是一个词 叫做The Japs 这什么意思呢 用中文来讲的话 我们就叫做小日本 这个小日本 日本鬼子 其实就这个意思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 但是我在这里还要讲到一个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上面还为一种新的后帝国主义 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国际秩序的规则和规范的建立 打开了打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主义时代的最后一场严重的战争 就在美国参战之前 就在美国参战之前 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签订了大西洋宪章 你读一读大西洋宪章你会发现 大西洋宪章基本上重复了威尔逊的十四条 但这里重要的是什么呢 从罗斯福总统一起签署大西洋宪章的 居然是丘吉尔首相 丘吉尔何许人也 自识为大英帝国这个殖民帝国的最后的慰绕 当这个文件被丘吉尔签署的时候 当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之上 联合国家集团最后又产生了联合国的时候 他就把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主义时代的那整个一套 认为利用武力利用扩张利用侵略实现的领土的崛起和主权的获得 都是可以合法化的 他就把那整个一套东西甩到历史的拉西乡里去了 重要的是 中美是战时盟国 中国是联合国家 中国站在了历史潮流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里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二十世纪给中国留下了很多重要的遗产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遗产是什么呢 是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都站对了 对 哪一次站错了就不得了啊 中国如果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 哪一次站错了 哪一次站错了 那中国就没有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中国人 要极为珍惜 我们在二十世纪的前辈 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巨大的遗产 正因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站对了对 正因为中国 中国是构成后殖民主义 后帝国主义时代的 经过十四条 又经过大县 县章所阐述的一整套国际规范和规则的 原始签署者 中国 就无可厚非的 不可挽回的 永永远远的 成为后帝国主义时代 后殖民主义时代 国际规则 国际规则和规范的 内在的行为 行动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 改变了中美关系 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世界 而中国 站对了对 是当中 最为重要的篇章之一 不然的话 世界上人口最多 有着最长 最为连贯的文明的国家 居然 不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方 那是人类多大的悲剧 在这个基础上 我就要讲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从中国内战 到中美缓和 关于这一个阶段 怎么讲法 有很多事情 关于中美关系来讲的话 一个大的突然的转折 特别是关于你说 情仇恩怨 本来双方是战友情声 1944年 美国派出美军观察组 到燕安的时候 毛泽东 亲自写的 解放日报的论文的题目 叫什么 社论的题目叫做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仅仅四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二年 朝鲜战争爆发 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 相兵戎相见 然后接下来20年 双方全面敌对 几次达到 要互相动手的地步 但没有真的打起来 朝鲜战争之后 如何看待 这里呢 首先就涉及到 对于1949年的评价问题 1949年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 极为重要的一个年头 这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革命国家 我在这里讲的革命国家 不是从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来讲 我在这里讲的革命国家 是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于自己 在现存国际体系和体制当中的定位 来说 中国明确的 毛泽东的中国明确提出的 是要对现存的 以西方帝国主义的 那一套规矩 规范 主导的 国际秩序提出挑战 这就是革命国家 何以如此 这又涉及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本叙述 和合法性叙述问题 我一直觉得 毛泽东在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际 讲过的一句话 以画龙点睛的形式 讲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新中国的合法性之所在 叫做 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从来不把 1949年政权的转换 当作中国革命的结束 他需要追求的是在中国 把中国转变成一个 具有普遍正义 平等和富 和繁荣的 那个社会和土地 然后呢 以这样的面貌 出现于世界 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灵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来看一看 一年之后发生的朝鲜战争 就可能会得出 对于我们平常 关于朝鲜战争 或抗美援朝的 一般性的叙述 不同的一些 更深层次的认识 这我愿意 同大家分享 朝鲜战争 是冷战时期的 第一次热战 朝鲜战争的发生 首先是朝鲜本身 内部发展的结果 这一点我们略去不谈 但同时 同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的 一种误判 也有关系 从中国方面来讲 你如果读当时的文件的话 你会发现 毛泽东 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 当时有一种误判 觉得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 美国不大可能直接的 在朝鲜进行军事干预 而美国决策者 军事计划者和决策者 对于中国的误判 则更为巨大 他觉得中国你怎么会出兵呢 你就是个弱国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将军 叫做迈克拉瑟将军的名字吧 他是 在朝鲜战争 联合国军和美军的总司令 当各种情报在1950年下秋之际 各种情报都汇集到那里 告诉他 中国军队早就在鸭鲁江边集结 他说的是什么 他轻描带写 说一句 这又如何 中国人真来了 我的优势火力 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这就是美国人的傲慢 恰恰是这一点 我曾经在我自己研究当中 反复的讲 比之美国对中国的敌视 是美国对中国的轻视 更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领导层觉得 在朝鲜必须要打这一仗 国家安全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从来不对这一点 提出挑战 保家卫国 这是事实 但是在这个底云 那个层面 是不是还包含着 你想想看 在朝鲜战场上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第一次 中国 基本上 以一己之力 尽管也得到了 苏联大量的 武器援助 对抗 一个 包括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 以世界上最长大的 工业化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为首的那个集团 同他正面对抗 一番较量下来 基本上面大一个平手 由此而产生的 国内动员的 或者超常动员的 那种动力 有多么巨大 中国人从此战起来 我在这里讲了更多的是 他对中美关系 发生了什么影响 朝鲜战争的结果 他改变了 中书关系 在朝鲜战争之后 中书腾盟达到了一种 历史的高点 某种意义上来讲 在朝鲜战争之后 可以说 实现了 人类历史上 世界历史上 我又要用这句话了 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 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转移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不是假的 那个时候 他一下子把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程度 提高了几个层次 但同时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为后来的中书分裂 留下了伏笔 朝鲜战争改变了中美关系 正是由于朝鲜的这一仗 美国人发现 中国人是需要认真对付的 是一个可以有资格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国家 也就在这个情况下 在后朝鲜战争时期 你看美国的文件当中 一再把共产党中国叫做更为疯狂 彼之苏联 更为肆无忌惮 因而更为危险的敌人 中美二十年间 尽管有划沙塔派 但基本上面是全面对抗 但与此同时你又发现 双方避免进入直接的冲突 这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次台海危机 1954年 当时国民党军队从一江山打败以后 要从大城导策队 美国人向上建议 第二次台海危机 也就是1958年大跃进炮打金门的时候 美国出面赴航 怎么办 当时福建前线的指挥员叫叶飞 毛泽东把他遭到北京问他 说打炮还要打 但是美国人来了 打炮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只打蒋舰 不打美舰 只打蒋介石的军舰 不打美国军舰 叶飞是老师人 说主席我做不到 毛泽东舰做不到 不完还问他 有没有办法 试一试 想一想办法 只打蒋介石 不打美舰 叶飞说 真没有办法 主席 这个炮弹没有这么精确 毛泽东舰还是打 回去以后想想不对 又打一个电话给叶飞 说你真想一想 有没有办法 只打蒋介 不打美舰 叶飞说 真没有办法 毛泽说好 打 真打了 一打怎么样 美军退出 山海里以外 跑了 又还有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1962年 在这里我看也有很多年长的人 应该还记得1962年蒋介石 国民党要反共大陆那件事情 后来没有成功 当中就有一个什么故事呢 当中就有 在华沙 在波兰首都 王炳南大使 奉召 从北京赶回华沙 从美国大使谈判的时候提出了 现在蒋介石 要进攻大陆 你美国怎么办 结果美国方面怎么回应 说我们是同国民 是同国民政府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 但是这个防御条约不是进攻条约啊 所以怎么呢 所以他要进攻的话 我们阻止他 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来阻止他 如果这个还不够 还有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是冷战时期 第二次大规模热战 也是美国历史上 所谓最长的战争 就在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观察 有很多流言蜚语 有很多情报资料 就觉得怎么呢 中国要出兵援越抗美 这不是假的 中国的色论 你看看 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失声 要支援越南人民 抗美斗争到底 美国方面也说 我们在追逐共产党 叛乱力量的时候 是不受边界限制 那这个事情不得了 要打仗 怎么办 结果你看 周恩来 在1965年 4月1日 他找了美国的一个铁哥们 中国认为是美国的铁哥们 什么人呢 巴铁 巴基斯坦总统 阿尤布汉 跟他说 我请你跟美国方面 穿四句话 第一句 中国不想跟美国打仗 第二句 中国人不怕打仗 第三句 中国人是做好准备的 第四句 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结果想不到什么呢 这个阿尤布汉 本来是要去访问美国的 他可以传话的 想不到人家 美国约翰逊总统 觉得你跟中国太好了 不给我美国面子 把这个访问给取消了 这个话没传到 于是中国呢 又派谁去 又通过谁呢 当时还有中国有个朋友 同美国关系也不错 坦桑尼亚总统 叫尼雷尔 周永来又跟他讲 这个层级太低 在美国人的眼里面 你这个 一个非洲国家 坦桑尼亚 怎么能够传话呢 所以他又没传到 最后 用了一套渠道 什么渠道呢 是当时中国 英国在中国有代办处的 英国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他有代办关系 正好呢 英国来了个新的代办 这个人叫 霍克森 他到北京之后 无所事事 突然之间 在1965年5月31日 说陈毅副总理 见外长要见他了 他真是屁屁颠颠的 就跑去了 去了以后 陈毅就跟他重复了这句话 中国人不怕打仗 中国人不想打仗 中国人不怕打仗 中国人做了准备了 中国人如果打起仗来 就没有界限了 而且还加了一句话 你从空中来 我不能从路上去吗 然后问他 你能不能传给白宫 脱走 没有问题 结果第二天 第二天 这个情报就在国务院的台子上 到了第三天 就到了白宫 传道 这个霍普生 当时还故作遐想 他觉得 这一下在北京的路给打开了 我们可以谈各种问题 什么香港问题 贸易问题 中间谈了 结果怎么呢 陈毅不理他 就这么个情况 但是 你看 结果到越南战争 是怎么个情况 到越南战争 当时的情况 是中国向越南派出了 大批的工兵部队 高防空部队 总共32万人 最多的时候 一年17万 但是中国地面部队从来没有进入南越 美国的地面部队没有进入北越 美国的空军轰炸对北越 没有超过北北二十度线 就战争就被控制住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面 你看 我要讲到第四阶段 到60年代 1960年代末的时候 中美关系真是达到了历史的低谷 中国是文化大革命 反对美帝国主义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那是生活的本质 那是生活的存在的意义 你去听听美国之音那个时候 要杀头枪毙的 就在这个时候 我讲的第四阶段开始 就是什么呢 从中美缓和 到冷战结束 这是我的第四阶段 突然之间 传来消息 中国人和美国人要打乒乓球了 突然之间 有一个叫做 亨利 基辛格的博士 悄悄地跑到北京来了 再接下来 尼克松总统来了 毛主席见他了 中美缓和 发生 几乎在 一夜之间 从历史的意义上来讲 是一夜之间 曾经两个有着巨大仇恨和怨恨的国家 把他们之间的 一切感情 互相之间的 曾经有过的 那些恩惠 都减实了起来 形成了 这样一个巨大的 改变历史的现象 叫做中美关系解冻 这是怎么发生的 有很多解释 第一种是战略解释 这里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为什么 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 从中苏教我了 在珍宝岛打起来了 远交进攻 苏联人跟我不好了 那我另外找朋友 把美国人给找进来了 这个话呢 你说他错吧 也不错 确实如此 但是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你想一想看 这同毛泽东的 所谓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 走下坡路有没有关系 你再想一想 这同苏联侵略 杰克斯洛伐克之后 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体法变了 社会帝国主义 取代了帝国主义 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 最危险的敌人 也有没有关系 同时我还要讲一个事情 也就在中美缓和发生的时候 中国又开始执行所谓的四三计划 1971年 年底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就怎么呢 要花43亿美元 从西方国家进口 成套设备和技术 这个要做这件事情 首先要通过美国这一关的 同这个又没有关系 顺便讲一讲 这个四三计划到后来是执行的 到它执行完毕 大概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 它的总的数量达到了57亿美元 这可是1970年代的57亿美元 是天文数字 今天还不知半个马云 但那个时候 是富可 敌骨 不得了的 全国有多少外汇 更不用谈一句话 更不用谈一个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中国在同世界市场隔绝 同世界隔绝以后 你是不是要重新进入世界市场了 是不是这个东西 同这个有没有关系 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的话 反对美帝国主义 曾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是中国政治语言的中心话语 而今天居然通美国缓和了 这说明什么 我在这里还要想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忽视了 大家应该知道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是这样划分的 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 最发达国家 第二世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相对发达国家 其实当时我们在七十年代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还问过东欧国家算什么 说也属于第二世界 然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 不发达国家 是不是这样 你去看一看 苏联人怎么批判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 说你怎么这样说 明明第一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 第二世界是社会主义世界 第三世界是不色不知的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我要提出这种区别 你分析一下 苏联人人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他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 把革命放在第一位 才有他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设资之分 而人家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他的中心词是什么 他不是革命是不是发展程度 是不是发展 你想一想 所以才会有1975年的时候 在粉碎四人帮之前 经过毛泽东的批准 周恩来居然在第四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 重新提出了在本世纪 其实上了世纪 结束之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那样一种说法 那样一种理论 中美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也就在这种情况下 在冷战的最后二十年 中美关系达到个什么程度呢 在某种意义上 在一种非常实质性的意义上 中美关系达到了 虽然不是盟国 但却超过盟国的程度 用基辛格的话 基辛格我讲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 是 tacit alliance 新造不宣的同盟 这一点来讲的话 我就要举几个例子 因为讲理论可以讲一大通 大家还在想什么意思 我们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 1973年11月 基辛格访问中国 这是他1971年7月访问中国之后的第六次访华 也是他出任国务卿之后的第一次访华 他这个一年 以前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到中国以后 他从周恩来谈话 你就会发现有一条 你就会发现有一条 这后来呢 引起了1973年11月到12月的P州 为什么呢 基辛格在离开前 要从周恩来单独谈话 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建议 提出什么建议呢 他这样说的 他说我们美国现在有一项新技术 我们可以及时性的发现 美国的 苏联的 导弹发射的目标 凡是苏联针对中国的导弹发射的 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及时性的在几分钟里 就通知你 他建议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一条热线 他还建议由美国向中国提供技术 帮助北京 在北京和中国的战略基地之间建立热线 他还建议由美国向中国提供技术 来帮助中国建立所需要的设施 周恩来没有答应 这件事情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继续下去 基辛格本人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 对这件事情是讳莫如深 我怎么知道 是因为美国有个信息自由法 结果呢 美国有一个民间的组织 叫做国家安全答案馆 他们运用这个信息自由法 从基辛格的助手 洛德大使的档案里面 把这一段东西给挖出来了 我曾经当面请教过基辛格 他不愿意讲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泄密的 后果很严重的 这是一件美国对自己的盟国都不会做的事情 美国居然对中国做了 第二件事情 1979年中越自卫边界自卫反击战 现在这两天正在旋风九日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那个纪录片 邓小平访美 是不是 邓小平访美的时候 曾经同卡特总统讲过 中国要对越南施以教训的问题 结果卡特回去 啪啪啪啪 亲笔 写了一张便条 七点告诉邓小平 说不能打 为什么不能打 讲讲详详细细清清楚楚 这一条这个便条 现在解密了 人家邓小平回来一看 旁边一放 打 为什么能打 我长话短讲 前些年我曾经在北京进行访谈的时候 有位当时跟随邓小平访问的一位外交官 他就说 他说在华盛顿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要我带着两个人拿了个大新风 从北京 从华盛顿飞回北京 直接交货总参 是什么呢 是美国方面得到的关于越军行动和苏军行动的情报资料 这个东西毕竟访谈资料 我还不敢相信 后来再前些年 我在地方档案馆里看到的 陈亮明看到什么 邓小平和讲话 他自己轻轻就讲到 说我为什么敢打 下决心党 美国人把情报资料都给我了 这是不是 只有盟国之间才会发生的事情 最后我们就讲到后冷战时期 中国在后冷战时期当中 获得了改革开放的 那个步伐继续前进 但其实你回到90年代初的话 不是这样的 就我本人来讲 我仍然记得当时 我回国了一次 1990年 1990年 看到当时很多情况 一个就是当时的很多说法 是否改革开放不行了 还有一个就是 各种各样的那种悲观的论调很多 我觉得这句话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回到美国以后 在一次开会的时候 碰到了一位美国老牌的中国通 Doc Burnett 包大客 后来我跟他讲了很多 关于中国的故事 我说我真的看到中国 觉得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结果那位老先生 看着我 其实几个月以后 他就过世了 所以我觉得那句话 恐怕是他最后讲过的 有意义的话当中的一句 他看着我这样说 他说成天 The ship of China is so big As long as it does not sink There is hope 说成天 中国这艘船太大了 只要不成就有希望 在后冷战时期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进入了各种各样的发展 但是我想一个总的趋势 是不是 中国越来越进入 在目前仍然有美国主导的 现成的国际体系和体制 例子 中国对 1997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 这是一个很大的 很重要的反对力 再接下来 中国进入世贸组织 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对力 再接下来 911 中美两国的敌人 不是中美两国相互之间 而是什么呢 而是文明毁灭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双方有过危机 1995到1996年 康奈尔大学前校友 李登辉 访问美国 发表了 明知所欲在我心中的讲话 形成了中美两国 巨大的外交危机 中国开始 以台湾外海为目标 导弹四眼 美国派出了两组航空母舰 进入台湾海峡 其实没有进入台湾海峡 进入的是台湾外海 同时还有一条 他用明码通讯 但毕竟是一个大危机 双方有规机 还有什么呢 还有大使馆轰炸 1999年 还有什么呢 还有2001年4月的撞击事件 都是大危机 但一步步都走过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 如果用那些危机 从今天中美之间形成的各种问题 相比较的话 我不敢说小屋建大屋 但只不过是怎么呢 只不过是新情况 层出不穷 同时还有一条东西 中国的块头变大了 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你想一想 人家就是生花和上岗之间 还会有那样的变化 相互之间看法的变化 何况是中美两个大国 我所以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条什么呢 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都是来自自己 而不是来自对方 对美国来讲 我简单讲几句 美国这个国家 有它巨大的优势 有它得天独厚的地方 美国复原广大 美国资源丰富 美国的战略条件 无论比 你想想 美国没有什么钓鱼岛问题 美国没有什么 第一岛链问题 美国没有什么南海问题 它出去就是两大洋 美国掌控了 所谓政治正确性 和所谓对于普世性价值的 界定权利 你同意它 你不同意它 你挑战它 但它在那掌控的这东西 这是它权力的组成部分 美国掌控的世界的经济体系 和金融体系 美国的教育 就在我任教的康奈尔大学 它一年的预算四十亿美元 你想想看 是不是深厚 美国还有军事力量和军事同盟 这都是它的力量之所在 但今天美国我要指出 我觉得它也碰到了巨大的内部挑战 其实这里呢 我就想讲两条 跟大家分享 快快地讲过去 一个 就是美国今天的整个金融力量 金融资本主义的力量 已经陷入了一种 具有绝对权力的那样种境地 它没有制约 没有制衡 它用知识 用技术 设立起了一条 旁人无法进入的境区 它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社会分化 有人说是十月息空 这都是对的 但其实上最重要的是 美国赖以成为立国之本的中产阶级 消退了 同时 今天的美国 政治意识形态化 意识形态两极化 产生了被 Francis Fukuyama 扶山称之为 否决体制 一个只能说不 不能说yes的一个社会 怎么今天美国也相信起 不破不留不赛 不破不利 不赛不留不止不行 中国今天不做这一套 美国怎么做起这一套 美国面临的挑战很大 中国也是如此 关于中国面临的挑战 太多 大家也知道的 太多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用不着我在这里 告诉大家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在面对它 都在处理它 都在克服它 都在试图超越它 我只想 讲两条 我觉得 有一件事情 是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作为革命时代的遗产 也作为改革开放时期 物欲横流的现象的河流 出现了道德底线的沦丧 这是一件 不得了的事情 这也是清理革命时代遗产 最严峻的挑战 同时还有一条 我想 我们不见得 需要接受任何一种 特定 界定的普世性价值 和普遍性价值 但是人类的生活经验 和历史发展 是告诉了我们一些 大家可以共同 同意和承认的道理的 其中有一条 就叫做权力 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 绝对使人腐化 这一点 对美国是如此 我刚才已经讲过 对中国 也是如此 一种没有权力自衡的 体制的出现和存在 是会产生无穷的 是会有无穷的后患 我们自己的历史 难道还不注意 说明这一点吗 那怎么办 这个事情 我在这里不是提供答案 我只是想 再从历史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看法 中华文明 何与渊源流长 那是因为 在我们文化的核心时代 有过一个百花争鸣 百家齐放的时期 我想引毛主席的一段话 让人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 自己也不会垮台 不让人讲话 天照样不会塌下来 自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这句话 不仅仅是被权势力量讲的 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 包括那些使用网络 语言的人讲的 让人讲话 广开眼 这就是必须走出的第一步 中国和美国 是两个伟大的国家 两国都有着极其 充高的 道德追求 中国中国中央之国 美国美国三天之城 中国和美国 都被历史赋予了 其他国家 所不能被赋予 不可能被赋予的责任 中国和美国 不应当 辜负这种历史赋予的责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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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